好的 目光转向意大利 在意大利的都灵市大批的尤文图斯球迷 当地时间的三号晚间 在市中心观看欧冠决赛期间呢 人群中是突然传出了巨响 怀疑有人误爆有炸弹 引发了恐慌 酿成了推撞和人踩人的意外 那么有报道说呢 有400人需要轻微的治疗 而包括一名7岁儿童 共5人的伤势严重 从现场拍摄片段所见 数以千计尤文图斯球迷 聚集在圣卡洛广场 原本正透过大型电视屏幕 专心观看赛事 突然人群后方出现骚乱 球迷试图跳上围栏慌忙逃生 大批警员和救护员 接报赶制控制场面 现场有多人受伤 有伤者血流披面 需要由其他人搀扶 大部分是皮肤擦伤或扭伤 坐在路边由医护人员致力 有目击者说 见到有人伤势严重 要用担架抬上救护车 事后广场上一片凌乱 遗留鞋子及背包等杂物 有不少球迷受惊过度 失声痛哭 需要互相搀扶离开 有目击者表示 听到一下巨响后 人群互相推荡 场面失控 以为发生恐袭事件 当地传媒之日 混乱是在比赛完场前约十分钟发生 现场突然传出巨响 有人误报现场有炸弹 也有人声称听到枪声 群众争相逃生而酿成意外 当时表示 意外的起因是由于民众恐慌 但需要调查 因何事触发恐慌 中华卫视综合报道